《金刚经》 说什么 第十四品 理想级灭风 解悟 喜极而泣 信心清净 稀有的功德 谁是五百年后稀有人 上篇 第十四品 理想级灭风 耳时须菩提 文说是今 生解一句 替泪悲泣而伯佛言 稀有世尊 佛说如是圣身经典 我从昔来所得慧眼 慧成德文如是之今 世尊 若父有人 德文是今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当知世人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世尊 是实相者 则是非相 世故如来说明实相 世尊 我今德文如是经典 信解受持 不足为难 若当来是 后五百岁 岂有众生 德文是经 信解受持 世人则为第一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是非相 何以故 理一切诸相 即明诸佛 佛告虚菩提 如是如是 若父有人 德文是今 不经不步不畏 当知世人 甚为稀有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 非第一波罗蜜 是明第一波罗蜜 虚菩提 忍辱波罗蜜 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 是明忍辱波罗蜜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我习为 各立王各节身体 何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何于忘习 节节之解时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因神诚恨 虚菩提 是故 佛说 菩萨心 不应助 舍不识 虚菩提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因如是不识 如来说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虚菩提 如来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虚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时无须 虚菩提 若菩萨心 助于法而行不失 如人入暗 即无所见 若菩萨心 无助法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虚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独送 则为如来 以佛智慧 其知世人 其见世人 皆得成就 无量无边功德 我们今天讲金刚经第十四品 金刚经开始到现在 赶了十三品 这其中在提起大家注意 金刚经虽然在说大般若的修持 这个般若不是纯粹的般若 它长的是般若的体 就是道体 即见到肢体的修行方法 开始先告诉我们 如何是修戒的般若 就是上护念这个要点 由开始发心修行到最后的成佛 就是上护念 接着下来就说上护什么念 无助 无助就是定 上护念就是戒 金刚经的般若本身就是会 这是拿戒定会的道理 来说明金刚经的本身 般若法门就是如此 如果以六度来讲 金刚经首先讲得无助 所以令一切众生入无余一念盘而灭度之 这是布施 布施度 由布施而到达般若的成就 正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大彻大悟而成佛 布施以后持戒 持得什么戒 持得菩萨大戒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上护此念就是持戒波罗蜜 而到达般若波罗蜜 智慧得度 智慧的成就 这是一个基本修持的阶段 由此而学佛 由此而修行 由此而成佛 说到十三品这里 差不多做了一个结论 现在第十四品开始 是将由忍入波罗蜜 到达般若波罗蜜 我们今天这一段 重点就在这里 野物喜极而泣 二十 虚菩提 文说世经 生解义去 替泪悲弃而不佛言 稀有世尊 佛说 如是圣生经典 我从昔来所得慧眼 慧成得文如是知经 世尊 若父有人 得文世经 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 当知世人 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这里只有三个小节 是另起一个阶段 前面都是虚菩提 与佛的对话 一问一答 一路下来 就是经典 二十 这时候就是当问话的时候 虚菩提听了这个经典的感受 听了佛说 波罗神就反门的感受 生解义去 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四个字 大家念经时 很容易轻易把它念过去 生解义去是深深的 很深刻的理解道了 这个理解道是我们现在讲的话 就是真正的悟到了那个道 后世传宗门下 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叫解悟 一个叫正悟 解悟就是知见上的 所知所见到达了 但是还不是普通的学术思想所说的理解 而是这个身心马上感受到有一种脱落感 脱质感 这就是解悟的一种境界 所以他说 身解义去 深深的得到解悟 不谈正悟 义就是解悟到佛法修正至高无上的道理 义也就是义理 义在古文就代表理 最高的道理 去并不是兴趣的去 而是趋向的去 就是向那个方向 到那个路上 目标的趋向 佛经上经常看到这个去字 趋向 已经到达这个境界 已经进入了这种状况 身解义去是一件事实 不是文学上空洞的赞叹名词 是菩提身解义去以后哭了 他为什么哭呢 人往往以急而泣 高兴到了极点会痛哭流涕 人所追求的 始终没有追求到的 忽然追求到了 会哭起来 这个哭是无上的欢喜 所以也是一种悲心的流露 学佛修道的人 在自己自信亲近面快要现前的时候 自然会替泪悲泣 这是自然的现象 否则就是一个疯子了 当这个人性自然的亲近面 所谓本性 本来的面目呈现的时候 自己有无比的欢喜 但是找不到欢喜的痕迹 自然会哭起来 而你问他哭什么 他并不伤心 而是自然的 天性的流露 等于说自己失掉的东西忽然找到了 那个时候就有无比的欢喜 但是也没有欢喜的意思 是自然替泪悲泣的感受 因此 西菩提一边哭一边讲 稀有世尊啊 伟大了不起的佛啊 稀有难得的佛啊 这都是赞叹之词 佛说如是圣生经典 他说 你现在讲这样高声的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般若 智慧的解脱 智慧的成就 这个经典重点在这里 我从西来所得慧眼 这位须扑奇 是佛弟子有名的谈空第一 他先身有慧眼 所以在佛的修持行列中 波罗智慧成就最高 所以他说 自从我有慧眼以来 未曾德文如是知今 从没有听到过 这样深刻究竟道理的经典 牟尼金社成立宗旨 进游南海葡萄山 观世音菩萨大师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进游实际解决众生累劫 来是因果业障问题 致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苦度慈航 牟尼金社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也不强迫求行 只求能结善缘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致因果病 无论婚姻 家庭 失业 家族 顾及 群业 欢迎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时人问到没生者 不妨一试 牟尼金社地址 台湾彰化县西州乡朝阳春陆军路一段 271号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技术 欢迎来信电子 信箱或搜寻 罗尼金社部落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